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知道该怎么拒绝他 其实我也不想吃你的处 我只是觉得 男生对女生做这种动作 也太亲密了吧 我帮他擦指甲以后 我也很尴尬 下次一定会拒绝他 就方安逸帮他擦吧 对吧 没关系吧 我知道你们是青梅竹马 你也拿它没有车 我有这东西要给你了 我们也是青梅竹马喔 我们怎么这么可爱啊 现在也很可爱啊 小姐 你对不起 真的不对不起 我是想着夸张理晋 却忽略了你的感受 谢谢你 不跟我计较啊 怎么这么烫啊 你是发烧啊 没有啦 我是觉得刚刚那样跑出来太糗了 所以我就觉得 那样真的很丢脸 哪会丢脸啊 我觉得你吃我的醋 我还蛮开心的 你少来了 那个李静的眼睛 怎么还没有恢复啊 比赛完之后 他就要去美国检查 血块真的没有削的话 就真的要开刀啊 脑部手术比较复杂 看完刀之后 会怎么样谁也不知道 怎么会这么年重啊 小心 这件事我要跟你商量 李静要我陪他去美国 我想李静会觉得 定去美国开刀 一定需要很大的勇气 而且他要这么依赖你 你一定非出不可 只是我又要想理由 骗你妈了 唉呦 对不起啊 你都只会说对不起 你都用说了就好了 好 只要你说不 我就绝对不会去 好不好 真的 好啦 你去啦 我让你去是让你去 但是你应该要怪异一点 嗯 不可以像今天这样 我发誓 再也不会这样 那我也要 擦指甲油 好 是的格格 来 那什么颜色吗 我要跟李静一样的颜色 什么纸啊 我都忘记是什么纸 那我不要跟他一样 我要离他彩色 谢谢你 谢谢你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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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涵 需要跟那种 谁 需要讲 你的眼睛 什么时候看得到呀 你认为 阿宽会为了你放弃小青吗 你懂什么 你根本没有资格跟我说这些话 你有跟小青说过吗 你没有 你是怕小青拒绝你 可是我不一样 我失明过 什么希望 什么愿望 什么未来 我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我不怕 所以我不怕失去爱情 所以这一次 无论如何我不会放弃 我不会放弃 它是一个情器 成全自己深爱的人 难道就不叫真爱吗 真爱 什么是真爱 或许小青根本就不知道你爱他 我不想跟你多说什么 对于阿宽 这是我最后的一次见过 不会放手的 我无所谓你是不是去揭发我 但我只想告诉你一句 不会放手的 不要伤害到你自己 好 自我一句吧 阿坤 如阿姨 阿坤 刚才很抱歉 我没有想到李静这么任性 居然让你 晓晴没事吧 她没事啊 她应该了解李静的心情 你照顾你妈妈那么多年 现在要让你照顾李静 我真的对你很抱歉 过去 廖阿姨 我对李静才抱歉 这些是我应该做的 对了 李静有没有跟你说 去美国做手术的事 有 是个大手术 我会陪她去的 我会陪她去的 谢谢你 阿坤 不会 你 麻烦你明天 带李静去音乐厅事情行吗 我因为要跟 万金酒店的管理层 开个视频会 一时走不开 我知道 我会带她去的 你放心 徐磊 发生什么事了 怎么脸色那么难看 是 是不是李静又 没事 只是李静她 她怎么了 她没事 她很好 她没事 她很好 只是我 头有点痛 阿坤 小青走了吗 她去民事查看了 这样 那我就先离开了 拜拜 同事 好 我刚才 为什么没告诉阿宽 我告诉阿宽 是因为我自私地 希望小青会喜欢我 是这样吗 我不能这么想 这样太卑鄙了 你懂什么 你根本没有资格 跟我说这些话 你有跟小青说过吗 你没有 你是怕小青拒绝你 可是我不一样 成全自己深爱的人 难道这不叫真爱吗 真爱 什么是真爱 或许小青根本就不知道 你爱她 我不想跟你说什么 我不想跟你说什么 对于阿宽 这是我最后的一次机会 我不会放手的 小青在我想告诉阿宽 真相的时候打给我 这是不是第二次机会 这是不是第二次机会 我可以不告诉阿宽吗 喂 喂 徐蕾 我在轮廓附近 我迷路了 你可以来找我吗 小青 你在哪里啊 我附近有金门菜刀 什么 金门菜刀 还有运动用品店 我在厦门特产这边 厦门特产 我知道我知道 你在那里不要动哦 我来找你 好 拜拜 你终于找到我了 你终于找到我了 你吓死我了你 这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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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氏 你现在议数运动用品店 他在硬度用品店 挺低的 真吉他 我要运动用品店 来 不作用 来 下个就我 哇 清零啊 哇 好可爱的片哦 哇 好像眼镜片啊 老板 那个哆啦A梦的 有没有全套的啊 那我要不要也送你一个东西 不然这样好了 你送我这个 青色的心 记得那年初恋的味道 鞠子鸡水陪伤 一个面 你知道吗 古道有钢琴博物馆里面 存放了一共九十八的钢琴 每一台都是古董来的 我今天要给你一个惊喜 什么 我已经帮你申请了可以在这里 试弹这点钢琴 真的吗 真的啊 就在那边 赶快试一下 我过去了 好 谢谢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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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 Ventant 你操抱 我 相画都能爱 ум 忘不了 唯一的故事 永远美好 巧克力冰淇淋 巧克力冰淇淋再加一份 谢谢啊 小姐 我听李静说 阿宽也许会陪他去美国治疗 不是也许是应该会去 刚刚阿宽已经跟我说了 我觉得他一定要去 你为什么要答应他 你不是也很需要阿宽照顾你吗 为什么我要答应 阿宽又不是我一个人的 他妈妈需要他 他的朋友需要他 观光客也需要他 我不可能把阿宽绑一辈子的 小夕 你又再讲一讲 你在我面前可以说你的真心话 没有我比任何人都关心你 如果完全占有一个人 可以得到安全感的话 谁不希望呢 可是我总不能叫他不要去吧 爱情就是这样 我可能天天开心你 有时候有很多的想念 还有猜疑 阿宽又跟李静去美国 我怎么可能不担心 李静这么漂亮又多才多艺 而且还是他的初恋情人 也比我更了解他 有时候我会想他们后续多久 会不会永远都不管 光想这些 越想越多 就越是觉得急 所以 就干脆不要想吧 我就是不忍心看你这样 你为什么不把自己的病 告诉阿宽呢 怎么他为你留下来呢 我才不要 我已经被我的病绑住一辈子 我不想会因为这样 帮助阿宽 那你到底要什么 你平时只会一直为别人着想 你到底有没有在为自己着想 告诉我你到底要什么 我 我想要长命百岁 你还记得夫妻鱼吗 有两只夫妻鱼 有一只如果不见的话 另外一只就会一直等待 我想要当等待的那一 因为相信阿以前是永恒 我也相信阿宽从美国回来 一定会回来找我 晓晴 有些话我一直都说过 可是我知道 如果我不说的话 我一定会后悔 我喜欢你 我愿意为了你等待 我比阿宽坚强 比他更了解你 如果他一定要让你承受寂寞的话 我一定会带你走 雪 你先不要拒绝 你先不要拒绝 小心 我没有别的什么要求 我只希望在你脆弱的时候 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我 会第一时间来找我 仅此而已 你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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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宽 天晶座快要消失在天空了 夏天快结束了 怎么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们就一起度过 秋天 冬天和春天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静 晓星跟徐伟在前面 是吧 晓星 嗨 晓星 徐伟 嗨 李静 你先进去 你先进去 这个给你 你可以考虑要不要当我的粉丝 我每天都是你的粉丝啊 明天我也会支持你的 你这样给阿宽粉丝成贴纸文 你已经知道了很不开心吧 他应该不会知道吧 我刚刚也没用说的啊 我觉得真正的尴尬的人是阿宽 我都不敢问他明天要帮谁加油 明天小姐 明天这边有一个毕业会 那待会你们上来的时候就举功敬意 那出去的话就从那边走 好吗 你知道吗 好 请 对不起 对不起 没关系 过你这边吧 好了好了 不要介意了 他也没有办法 先试音吧 我在下面等你吧 这位小姐是不是看不见 是的 我们确定跟我比赛条件 没有限制盲人参加的 我们听说李金小姐发生这样的意外 只是在东县并不是适合盲人参加 你们不用改 我会带她上台 像刚刚一样 可是如果发生什么意外的话 如果发生什么意外的话 如果发生什么意外的话 回去回去吧 那这样子最好 请跟我们到后台去签个协议 你确保 好 好 谢谢 你跟我问一下啊 好 小心 帮忙 可以帮忙照顾一下吗 好 好 谢谢 来 姐姐 我带你去走走 好 你要带我去哪里 你等一下 你等一下就会知道了 这里是哪里啊 怎么那么安静 等一下你就会知道了 好 小芹的 她她不是和你在一起吗 她和李金在一起呢 说会在门口等我 你有遇到吗 我先去找找 我知道你看得见 你在说什么 我明明看到你私下贴纸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要装失明 但是我希望你告诉阿宽 告诉他你已经好了 不需要他的照顾了 我真的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只知道明天比赛结束之后 阿宽就会和我一起去美国 这就是你的计划吗 把阿宽骗走 交离我远温的 你们两个就有机会 你就是想要拆散我们吗 是你想太多了吧 你要知道 阿宽跟我不仅是青梅竹马 我还救了他妈妈 现在他只是关心我才来照顾 事情就是那么简单 至于你跟他的感情怎么样 我一点都不在意 好 我知道你不会在我面前承认你看得见 也不会承认你有多喜欢阿宽 没关系 我会去告诉阿宽 徐磊 你妈 让医生诊断 我看到时候你怎么还装下去 好啊 那这个好消息就由你来公布好了 我倒要看看 大家是会相信我呢 还是要相信一个为了抢回男朋友 不择手段的人 李静 不择手段是谁 是你 都是你 是你把阿宽从我身边抢走的 如果今天夏天你没有出现的话 阿宽还是原来的阿宽 阿宽还是我的阿宽 没有人会比我更爱的 这根本就不算爱 你这样骗他根本就没有爱 如果你不去告诉他 我去 我相信他会知道我说的是真的 去文青 你要知道 阿宽的妈妈是我的救命 如果没有我的话 阿宽可能连唯一的亲人都没有 你 不能这样 我们把明天的比赛 当成一个冬局 如果你赢了 我自己去和阿宽说 我的眼睛就好了 如果你输了 请你离开 你离开他 为什么会跟你打这个毒 陈文青 你在怕什么 如果我输了 我就退出 小青 你们俩跑哪里去了 到时候问都没有人看到你们呢 当然小青带我去后面的钢琴针藏室 你们藏着很多世界顶级的钢琴 听说只有非常厉害的钢琴针藏才没用呢 你们也去太久了吧 都不知道我跟徐蕾找你们的多辛苦啊 对不起了 对不起了 怎么了 看到这么多钢琴不开心吗 开心啊 发生什么事了 血糖有点低 也不太舒服 不舒服 那我带你去吃点东西吧 阿宽 我定了个位置 我们四个人要不要一块去吃点东西 我不去吧 我要回去换我的预情 这场比赛我不能去 阿宽 你走吧 那我们先回去了 小青 加油 谢谢啊 吃回去 你想吃什么 我们先去吃吧 川菜 月菜 五菜 那到处再选吧 走吧 你哭什么哭啊 你哭什么哭啊 心里都拿了 民宿我也帮你多订了一间 你哭什么哭啊 现在要退定金不能退啊 沙总 你不要去好不好 我明天带你去一个地方 你明天要带我去哪里 可以回来再说啊 我明天真的有重要的事情 你一定要来啦 什么重要的事情 一定要明天做啊 你是故意不让我去找李静的吧 对 我就是不想要再当备胎了 我不想要每一次都 你被李静拒绝之后才来找我 我现在就要你决定 你要去鼓让雨帮李静加油 还是为了我留下来 一次就好 真是 沙总 你真的不选我 什么选不选的 我是去听钢琴比赛 好 你不去拉倒我自己去 回来再跟你要定金了 沙总 明天真的有重要的事情 说不定你再也见不到我了 我劝你最好不要威胁我 我最选人家威胁我 沙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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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贱 richt 游艳 我们今天算是运势比较好 如果要是周六周日的话 这里人生人态就挤不动了 走吧 把前面搞一管 不好意思 我有電話 沒事 我幫我拿一下 OK 是我爸 喂 爸 你跟曉晴到新加坡了 對啊 早上到的 你練習練得怎麼樣了 明天的比賽有沒有把握 爸爸不能陪你 你還是要清醒他 彈得開心 就能感動人心 你要講什麼我都會背的 會背沒有用啊 要那麼早的做才行啊 好 你身體有沒有不舒服啊 陳文青 有沒有心情打敗李靜啊 陳天晴 你還敢說 你都跑去新加坡 來看我比賽 你真的很討厭耶 好啦 對不起嘛 誰叫老爸再次的學術研究 由我最喜歡的Edwin教授 我當然最用來當書童啦 這次一定會打敗李靜吧 這次我絕對不會輸給李靜的 很好 非常有鬥志 我的心與你同在 我會看網路轉播 趕上你的好消息 好 那你就先跟爸說一下 我先掛電話囉 拜拜 拜拜 我爸跟我妹 太陽出來了 注意防曬 嗯 謝謝 走吧 前面還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嗯 嗯 那 居女 有一堂 風 你 在 我的帖子不见了 明天再给我 我是小青的粉丝 你为什么要跟鸭子吵架 不是 他不会挑时间找茶 前天跟我说什么 他跟冰店一样不会变 是我变的 昨天又跟我说什么 如果我来鼓浪雨的话 搞不好一辈子都看不到他 我分析啊 是他的大姨妈又来了 所以把所有的罪 所有的怪罪 全部怪在我头上 反正不要理他了 莫不其妙 鸭子 神准 喂 就知道是你 如果你现在还会来的话 还来得及哦 我可不可以请你说标准的国语啊 因为我完全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请问你一下 我大老远 跑来鼓浪鼓 为什么还没有看到李静的比赛 我就得要回去啊 因为 因为我要去挑战你当年说的那件事情 如果你不在的话 我怕你说我倒只是瞎掰的不算数 请问你要挑战什么事 这跟我记不记得得有什么关系啊 就是当年你在刷屁店跟我说的那件事情啊 如果我做到的话你就会娶我 又来了 见鬼啦 十年前的事我怎么会记得得啊 傻丑 你一定可以想起来的 我不相信你只记得跟你记得事情 都不记得跟我的 我记不得 我也不想记得 你想怎么样随便你 大丑 你再用力想一下就好 你一定一定可以记起来的 我相信你有一天会发现我对你来讲很重要的 我跟你说 我这次会很勇敢的 一定会做给你看的 你要相信我 喂 喂 你这么奇妙 你真是这样的屁 惊吓海艺勇渡渡沉沉 华人之地赛 你在看什么 没有什么 我要先进去化妆化连篇 那跟鸭子说什么样 很多情话绵绵啊 什么情话绵绵 是鬼话连篇啊 完全不知道他要讲什么 那我先进去了 好 我再讲个电话 你先进去 等一下我自己进去 好 好 下一位小吃来 臭鸭子快点接电话 告诉我你要干嘛 婴冒 誒 收到 去了 鸭子快点 真的 inverted Van 小瘦到底说了什么 小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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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声响起来 来 送我一些 我来帮你发 你真的很挺我 果然是我这一国的 那是必须的 阿辉伯 你们来啦 我先过去 小剑 加油 这个场地又大又漂亮 在这里得奖才有意义 阿辉伯 不要给他这么大压力的 小剑 放轻松 给我 给你 这给你 这是沙桌妈做给我的 谢谢你们今天来看我 我一定会加油的 先进去换衣服了 好 加油 小剑 加油 我会加油的 拜拜 再见 嗨 嗨 傻瓜 我永远都是你粉丝 你都是我的第一名啊 事例恢复了 有没有看得比较清楚啊 这样瞒着所有人 ��主 了 你都没看得比较 你今样的幸福了 你都没看得比较 你为何你真交不爱